缅甸阳光省第一任在过去的稻种产量相对于今日的生产量逐渐减少,农民收入有困难,种种的问题最主要源自于邻近的田地,种植不同品种,田税时容易困杂导致品种之存。 农民户届稻种缺乏库存稻种的知识,地理环境,缺乏水利灌溉,虫害以及资金匮乏是一般缅甸农民所面对的问题。 实际资工深入阳光省并印证13个村庄进行农民生活普查,了解农民耕种方式,探讨问题存在,而根据父母的历史,希望可以在六页耕种期间,提供农民优良的稻种,帮助提高生产量,增加农民收入。 与农民互动当中,资工分享世界羊荒问题,通过连报的方式,以张张的照片,看待农民的眼里,无故感慨自己的幸福。 当下更有农民发愿要和资金资工一起参与长旧世界羊群危机。 这项农民援助计划获得缅甸政府高度重视,安排立印证农业局官员前来协助,还随同志工进入村庄勘查,也加入志工团队参与补查工作。 发跌的稻种可以让农民代代耕种,期许收成能够对世界粮仓尽与分立,抢救粮食危机也是全球的使命。 在新闻安静非语言采访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